哈喽 欢迎收看的是国际plus的娱乐大小事 我是陈玉文 本周看到是我们的这个男团选举节目呢 原子少年要备战总决赛了 还有这餐厅的诗敬秀 来把营业中要推出了美食商品了 最后则是这个香港的金像奖 要在本周末登场了 我们先欢迎是我们娱乐记者玉文 玉文好 大家好 我是玉文 好 我们先看到是这个热搜话题有哪些的部分 这第一条呢就是朱丽静的追思会 是Lulu呢有到场来悼念 陈玉敏也是悲痛落泪到哭到是说不出话来了 她是不是在演艺圈人员非常的好呢 对啊 这真的是演艺圈最近就是很感伤的消息 因为朱丽静是在3号的时候宣告就是厉害过世了 那家属是在今天跟明天两天呢举办了追思会 那今天一大早其实就很多就是圈内好友到场去 就是调念她这样子 然后像有Lulu啊 然后还有陶金颖陶子姐跟我们曾国成 对 那值得一提的是就是陈维明 她连受访都没有办法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说话 其实场面很哀气 那Lulu是就是一开就是还没有 会场还没有开的时候她就已经到了 就是但她没有受访 就是就是直接离开了这样子 那陶子姐是说朱丽静去年其实还有到他们家去拜访 其实是会很感双这样子 对确实是很让人难过的事情 因为她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女艺人嘛 对 然后有很多的正能量 但是殊不知却不敌这个癌症病魔的折磨 那这个详情来看这个报道 看到她的照片还真是很不舍 泪水不停滑落 去年替朱丽静主持八片记者会的陶金颖 一起昔日互动难过的难以言语 放着狗狗来我家玩 那时候看起来觉得没有什么 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异状 觉得她很健康 但不晓得她这么 要经历过那么多辛苦的事情 说她走得很安详 然后希望她一切都很好 朱丽静三号因乳癌病逝 享年四十岁 十四号灵堂开放第一天 艺人好友不舍悼念 我们都是客家乡亲的 所以每每碰到总会特别的亲切 尤其这样的一个 很拼命的 很卖力的一个女人 很不服输的个性 满满不舍曾国成说 去年有见到朱丽静状况不错 但无奈癌症发现时太晚 朱丽静追思会场一楼大厅照片 她手拿最爱的麦克风 露出灿烂笑容 布置则以紫白色为主的花卉 是她生前喜爱颜色 象征坚强力量 龙胆花则是充满生命力 代表朱丽静生前的抗癌精神 刚有关就有这边跟她说 我说 陈维明付出会场 全程不发应语 一边走一边眼面痛哭 先前跟朱丽静同唱片公司的 必输静吉里玉席也致哀 两人低着头离去 眼眶泛泪 一句话也没说 还有张其慧悲伤 悼念挚友 闺蜜露露 也在一早九点抵达协助家属 人员极好的朱丽静 病逝令粉丝不舍 16、17号两天 特别开放粉丝入场 向歌坛永远的正能量女神致哀 一同陪伴mew人生 最后的毕业典礼 TVBS新闻张明如红婷 SNG小组台报道 确实呢 这个意外总是很突然发生的 我们就来看到 这是在香港也发生一个意外事情 就是刘德华他所监制 并且出演的新片 当中的一位主角是影帝林家栋 竟然是金船倒地不起 而且还紧急送 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个消息也是非常突然 因为这林家栋最近在拍 就是刘德华监制的这个新片 叫前行 然后还有彭于晏 他们三个一起合演的一个新店 那他两天前呢 其实在拍摄一个枪战戏的时候 因为他当时是抱着一个小孩 然后场面就是还蛮惊险的 然后就不小心被石头给绊倒了 就跌坐在地这样 伤势还蛮严重的 是一度就是没有动弹不得这样子 就是抱着小孩 然后跑步的过程当中 可能被石头绊倒之后 然后保护着小孩子 结果他自己却比较严重的受伤 对 因为其实他就是因为抱着那个小孩 然后他会为了要保护对方 所以就是伤得更严重 但是还好就是送医之后 就是现在已经就是恢复状况算是良好 所以他还在医院当中观察继续情形就对 对 但是他有入围这个香港的金像奖有两部作品 所以他目前的伤势 能不能参加这个金像奖 目前是还要再观察 目前还不得而知的 但你看到是这部新片呢 他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也一波三折 因为之前呢这个是有这个影星呢 任德华他先染疫了 染了COVID-19 然后就有这个女星谭善言也是受伤 现在又多一名伤兵 就真的是一波三折 就让他很担心这部片能不能及时的拍完 及时的来上映 对希望能顺利 对 那我们再看到第三条 就是关于是我们台湾的这位 捧恰恰碰狗 他的房子又被查封了 但是他不是才复工 想说很正常吗 那怎么回事呢 因为碰狗的还债进度 大家都很关心嘛 因为他欠下了2.4亿的聚在之后 其实一直很努力的在工作 除了主持节目之外 他六月底其实还加入了一个新的八点档做演出 就是等于是没日没夜的在工作 就是希望可以加速这个还债进度 只是说赚钱的速度 好像还是不及他的债务状况 所以他的房子就是有被看到 就是贴了那个查封的那个布条 那他经纪人也证实说 的确是有这件事情 那他们现阶段能做的 其实就只是只能就是更努力的赚钱 看可不可以赶快把就是钱给还清了这样子 这边是个很大的钱坑 对啊 可以看到说呢 他投资电影失利是基前的2.4亿破产 这个上亿元的天价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偿还 就是觉得很难想象 他的压力也很大 所以现在被法院是强制执行要债务偿还 所以就是他的房子被查封的状况 当然也希望碰国可以赶快还清 他的这个基前的债务 赶快回到正常生活 我们再看到下一个 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敬佩的 我看到新闻的时候 好厉害啊 好羡慕哦 他从这个板桥的小资小宅呢 然后换到是信义区的贵妇 他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买房了 他曾经是月落只有8000元 到底怎么办到的 天哪 就是我真的看到这个消息 常说我怎么还在就是 对 无可刮牛的状态 就是这位林可维呢 他其实最近在八点档 《美丽人生》的角色 还蛮受到致迷的喜欢 然后他受访的时候 有分享出他一套的理财哲学 他就说他大三的时候 其实是跟我们吴宗宪 献哥有一起代言 应该算是出席了 就是拍一个广告 房地产的广告 对 然后他当时呢 其实就拿到这个广告收入是30万 对 然后他就有问姐姐说 他的姐姐说 这30万要怎么运用 他本来想要买车子 然后他姐姐就跟他讲说 你怎么不买房子啊 当然是要买房子啊 他就动念买了房子 他就拿了这个30万 付了房子的头期款 成功在大学时期 就变成有房产的学生了 非常的励志 然后后来呢 就从这个板小的 这个小套房 然后一路就是换房 换到现在变信义区的 就是豪宅了 从个上千万的贵妇 可能不止上千万 我们不知道 应该是不止 对 可能要上一 但是真的是很励志 而且当时可能或许 房价也确实比较亲民 他的头期款可以 只要30万 对 他说房价是 其实那个套房是205万 那头期款是30万元 他就直接就是用 那个广告的收入去付 那他其实一个月走 月入8000 当时的房贷是一个月5000 所以他其实过得 还蛮就是节俭的 OK 所以这个币值听起来 跟现在也是有落差 非常大的落差 他的总价可能是 现在的头期款而已 然后他的这个月付的金额 根本现在不可能是这么便宜 连车贷都付不勤了 对 但是你必须佩服 他真的是非常有理财观 你不会让把钱乱花花掉 花在刀口上 然后自己成为一个 信义区的贵妇 大家可以好好的考虑你的钱 或许应该要想想 忍痛一下花在比较 更需要更难买的房子上面 或许未来多年之后 你会感到这个 自己的投资是正确的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